爺爺 奶奶 爸爸 媽媽 小哈哈 哥哥 姐姐 弟弟 妹妹 互相幫忙 開開 心心 甜甜 秘密的時光 歡迎來到這一家 哎呀 我最愛的哥哥姐姐 我最愛的弟弟妹妹 有時吵架 有時幫忙 都OK 哎呀呀 相親 相愛 相弟姊妹 快樂 就大雙弟姊妹 我們一起泳泳園園 萌萌再拍一張喔 下一個 1 2 3 5 不是家人督嘴巴嗎 再一張 1 2 3 5 好可愛喔 嘿 看我的萌萌氣功波 哇 可惡 看我的小蜜蜂捲風 誰怕誰 用我的大絕招亮亮金雕腿 哇 耶 萌萌 好厲害 拍照 1 2 3 耶 再一張再一張 1 2 3 萌萌萌不要拍啦 萌萌 哥哥 不管再比一舉 好啊 老婆啊 你還記得 我們的結婚紀念日是幾日幾號嗎 哎呀 當然記得啊 女生最會記這種東西了 該不會是你忘了吧 拜託 我怎麼可能會忘這種事呢 真的嗎 那當然 那我考考你 今天是我們在一起的第幾天啊 3 2 1 4 380天用9個小時 這麼精采啊 那當然啦 畢竟你平常沒什麼事 就只能記這種小事 愛你喔 我也愛你喔 不過 老公今天為什麼問我 我們什麼時候結婚啊 老婆 嗯 今天是2月1號喔 我知道啊 明天是2月2號 後天是2月3號 呃 不是嘛 今天是2月1號 是我們兩個的大日子啊 嗯 什麼日子啊 就是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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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今天要上英文課 呃 對啦 姐姐今天要上英文課 但不是不是不是 今天是我們的 結婚紀念日 哇 真的嗎 嗯 是7年嗎 沒錯 我記得是 老婆 結婚紀念日快樂 姐姐老公 哇 我還以為是4月1號耶 4月1號是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啦 喔 對… 想當年4月1號與人節的時候 然後你跟我告白 我還以為你在開玩笑呢 沒想到 過了這麼多年 我們還在一起 還有了4個可愛的小寶貝 對啊 所以為了紀念 今天這個特別的日子 我決定要帶你去 非常高級的餐廳吃燭光晚餐 燭光晚餐 爸爸 爸爸 不是 你們要去哪裡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我們要吃大餐 不好意思 今天你們必須待在家 今天只有我跟媽媽兩個人可以去 為什麼只有你們可以去 對 因為今天是我跟媽媽的結婚紀念日 走開 媽媽 你最近洗碗洗得很辛苦對不對 每次在旁邊跟你聊天 我都很心疼 你看手都變粗了 以後碗就我來洗 你只要在旁邊跟我聊天就好了 我幫你搓一搓 我們妹妹今天怎麼這麼貼心 對啊 我比爸爸貼心 所以我們一起去吃 弟弟 往我們 咕咕咕咕 爸爸 怎麼了 你平常上班一定很辛苦 我幫你按摩 好體貼 爸爸 我唱一首歌給你聽 仔細聽 耳朵張大一點 好 我的小寶貝們 我知道你們很想去 但是今天這個餐廳 它因為太有名了 要很早就定位 爸爸只定了兩個人的位子 所以今天只有我跟媽媽可以去 你們必須待在家 好 不用擔心 爸爸答應你們 之後會帶全家人 一起去吃好吃的 好不好 好 爸 因為只能這樣了 你們兩個就吃得開心 老公 既然那家餐廳這麼高級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穿漂亮衣服去啊 穿得像公主一樣 就像貴婦一樣 太好了 那我先去上個廁所 然後趕快來換上我最漂亮的那件衣服 好期待喔 老婆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該換衣服了 不可以 弟弟妹妹 我們要分工合作 把爸爸留住 還有媽媽留住 沒問題 我來抓住爸爸的手 我抓住媽媽 弟弟 不是 弟弟 不是 你們這樣子分明就是 不讓我們出門了 不是 加油 對 分工合作 停 你們全部都過來 坐下 坐下 真是的 我們只是要出門吃個晚餐 這麼難啊 哥哥 你怎麼可以聯合弟弟妹妹 不讓爸爸媽媽出門呢 因為我們也想要吃大餐啊 對啊 我也想打扮得很漂亮 跟媽媽一起出去啊 對啊 我從來沒有吃過燭光晚餐耶 爸爸跟你們說 分工合作不是這樣用的 對啊 分工合作是說 大家一起齊心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大家一起齊心 不讓爸爸媽媽出門 對啊 這樣子像個小跟屁蟲似的 對啊 今天是爸爸媽媽一年一度的大日子 而且爸爸不是答應過嗎 一定會帶你們一起去吃好吃的 要相信爸爸 好啦 那爸爸媽媽我們相信你們 你們就吃得開心 然後要很幸福 那我們的晚餐 就跟爺爺奶奶一起吃囉 放心爺爺奶奶他們一定會弄很好吃的 好 好不好 老婆 事不宜遲趕快去換衣服吧 好 可以帶這隻去買 當然 這是我老公送我的禮物 天啊 你拿著這朵花 更顯得你的美麗跟嬌艷 喔 老公我知道我要穿哪件衣服了 你知道了嗎 可是它是十年前買的 會不會已經穿不下啦 不會 穿不下去再買一件 再買一件 好 當然可以 哥哥 弟弟 你們也煮那個燭光晚餐給我吃吧 燭光晚餐 我覺得給哥哥煮比較好喔 因為哥哥年紀比較大 哥哥 等一下 你們知道什麼是燭光晚餐嗎 不知道 不知道 那燭是什麼呢 蠟燭 你們想要吃蠟燭 我去拿蠟燭給你們吃啊 不要啦 不行啦 我又不是大人 我怎麼知道怎麼煮啦 而且我們還沒有問爺爺奶奶要吃什麼 對喔 那你去問 對 為什麼是我 因為你年紀比較大 夾手布 好啊 剪刀石頭布 你去 因為你出石頭 兩個出剪刀布 那這樣子都不要啦 彤彤 這是什麼故事書啊 天啊 這個是我媽媽買給我的 你看這件衣服 挖得很美吧 這邊全部都是公主的衣服 可是她的故事內容是怎麼樣 怎麼會有那麼多公主的衣服 那就是在講一個發生在城堡裡面的故事 然後那個公主啊 每天都可以穿著漂亮的衣服 還差後面一點點就可以看到那個精彩大結局了 啊 不然這個樣子好了 你先借我帶回家 然後呢 我就看到你看你看 你看第幾頁 我就不看了 我們明天一起來看精彩大結局 怎麼樣 可是這樣我還要再等 這個晚上才能知道結局 好朋友一起看比較好看嘛 所以可不可以借我一天就好 一天 一天 對 那你明天一定要記得帶來喔 好 你放心 我明天一定會記得的 好吧 那就先借你一天 謝謝彤彤 那你明天一定一定要記得帶來喔 彤彤我看起來會像騙人嗎 我一定一定一定會記得的 因為我們是好朋友啊 嗯 好吧 我是相信你啦 不過你要答應我 嗯 你要守信用 你要珍惜它 愛護它 保護它 不要把它弄髒弄不見喔 彤彤 你看我哪一次沒有對你守信用 我每一次都要好好珍惜你的東西 不是嗎 像是鉛筆啊 像是鉛筆盒都是對不對 嗯 所以一定要相信我 我一定一定一定會好好的愛護它 我信任你 比較好擦的嗎 對 阿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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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幹嘛 阿寧 幹嘛啊 我借你橡皮擦 橡皮擦 橡皮擦 哪有啊 我哪有跟你借 有啊 就那個昨天數學課啊 然後你沒有橡皮擦 你跟我借了一個粉紅色熊熊的橡皮擦 你記錯了吧香香 我這邊自己就有兩個橡皮擦 一個是這個藍色定書機超酷的橡皮擦 一個呢是這個MOMO橡皮擦 我幹嘛還要跟你借橡皮擦啊 阿你昨天就忘記大啦 我好心借你 你說今天要還我的喔 你不可以說話不算話 不是啊 我就真的沒有印象有跟你借橡皮擦 搞不好是 大叔跟你借的啊 欸怎麼會是我啦 我只是在橡皮擦欸 是喔 對啊 我沒有印象我跟你借橡皮擦 你記錯啦 有啦 那明明就是我最喜歡的 你說好會還我的 不是啊 我又不會騙人 我怎麼可能跟你借了之後又不還你 我就是沒有印象 我可以借啊 你明明有借 上課了上課了 起立 麗正 敬禮 老師好 同學們好 請坐下 老師 我有問題 香香你有什麼問題 老師 他記憶力有問題 阿寧你記憶才不好咧 老師我跟你說 昨天阿寧有跟我借一個 我很喜歡的橡皮擦 然後他說今天要還我 結果他根本就忘記了 阿寧是這樣子嗎 老師 我嚴重懷疑喔 香香應該要去吃一些銀杏啊 讓記憶力變好之類的 老師你看 我自己只有一個 超酷定輸的橡皮擦 還有另一個 好可愛 摸摸橡皮擦 我都有兩個了 我還跟他借第三個橡皮擦 做什麼啊 那是因為他昨天都沒帶耶 我好心見他 他怎麼可以說話不算話 我就沒有記得 我跟你借橡皮擦 什麼說話不算話 那你再說一次你的橡皮擦 長什麼樣子 就是一個粉紅色的啊 熊熊 然後聞起來香香的橡皮擦 沒有啊 粉紅香香的呀 對啊 你有看過嗎 我沒看過 這個 香香 是這個嗎 欸 欸 欸 這不是我最喜歡那個橡皮擦嗎 怎麼會在你那裡 齁 小花 啊 不是啦 不是啦 我想一下 為什麼會在我這 啊 安寧 我昨天跟你借啊 你還說這個是你的耶 齁 齁 我 安寧 我這樣跟你講啊 對啊 啊 請你這樣一講 好像昨天 數學課的時候 真的發現沒有帶橡皮擦 有跟香香借了 對不起我忘記了啦 對嘛 你還說我忘記 我想說我發言同學愛嘛 我就想說 小花要跟我借 我就借給他啊 但是我忘記那是跟你借的 所以對不起啦 香香 對不起對不起 好啦 原諒你 阿寧下次不可以這樣 跟同學借東西要記得還 這樣才有獎金用 知道嗎 知道了老師 好 那同學們還記得老師說 今天要收作業簿嗎 記得 都準備好了 那我們傳到小花這邊來 好 作業簿啊 對啊 阿寧 我昨天借你 借你帶我去抄的啊 呃 我 對 我好像有這件事情 對啊 你有帶我的吧 我看一下才知道 呃 色紙 蠟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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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黃了 你的忘記帶了 對 那我的 也忘記帶了 也忘記帶了 沒關係沒關係 看辦上任這麼多 淡定 老師不會發現少兩本 但被老師罵的 不會啊不會發現 是 是 好了同學們 就要過來囉 哦 哦 不要再做最後的掙扎了 快快快 我要幫我掙扎 好了是不是 謝謝 都傳過來 來 好老師看看 不要看老師不要看老師 好了 嗯 一二三十 不會啊 幸好你有告訴我 怎麼少了兩本啊 少兩本 啊 啊 他們兩個沒有傳過來 欸 喂 小瓜 阿寧 大叔 老師 你們的作業部呢 老師 我有委屈 蛤 大叔你有什麼委屈 我昨天把作業本記阿寧帶回去抄 蛤 不是抄是 是我的來了 不是抄是參考啦 明明就是抄 參考 阿寧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作業寫寫我覺得 我就覺得好累喔 我想說我就把我的作業本 跟大叔的作業本合起來 我就放在我的床頭那邊了 那就睡著之後 早上起床就忘記帶了 啊 所以你說了這麼多 意思就是 你沒有帶作業布 然後大叔的你也沒有帶來這樣子嗎 對 忘記帶了 那好吧 那明天一定要記得帶喔 好老師 我答應你明天會帶 好 你答應老師囉 打勾勾 打勾勾 一定喔 空中約定 預備 好 那你要答應我喔 好 約定 念念念念念 趕快把固執書還給我 我昨天等了一整個晚上 整個晚上都在想結局到底是什麼 好想知道喔 終於可以看了 趕快還我 躺躺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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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 我忘記帶故事書了 可以明天再還給妳嗎 對不起 妳沒有帶 妳今天忘記了啦 妳昨天還答應我說 妳今天一定會帶的 明天 明天 明天帶 明天帶好不好啦 真的忘記了 那也沒辦法啊 那妳明天一定要記得帶喔 我明天一定會帶的 妳要相信我啊 對不對 還得再等一天好久喔 甜甜 幹嘛 妳剛剛不會是那個吧 妳哪個 你們小聲一點那麼大聲 這樣童童就知道 我把她的故事書弄不見了 什麼不見 誰不見了 故事書不見了 對 童童妳的故事書不見了 妳怎麼可以不守信啊 妳明明就答應我說 妳會珍惜她 愛護她 保護她 結果妳給她弄不急耶 來 童童童我們先冷靜一下 妳不要那麼緊張 妳聽我解釋齁 事情是這個樣子的 我今天呢 在公車上看故事書 結果我發現 哎呀 我坐過站了 我就立刻趕快跑下車 我人下車了啦 但是 故事書還在公車上 劍頭了 妳就是都不見了 妳不要那麼激動 犯人怎麼辦 對不起嘛 我不喜歡妳啊 天天妳都不熟悉 妳不要為了一本故事書 而破壞我們的友情啊 我就已經跟你講說 我很喜歡那本了 妳就還不好好地珍惜它 阿瑞 阿瑞 上課囉 小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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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聲快點 起立 立正經理 好 立正經理 坐下 老師 老師 同學滿好 彤彤 妳怎麼了 這麼眼睛紅紅的 老師 我不要跟甜甜當好朋友了啦 她的不守信用 甜甜不守信用 怎麼了 我把我最喜歡的故事書借給她 她答應我說今天一定會帶來還我 還會 責任感像妳這樣 別人以後不敢借東西給妳 彤彤 對不起 我下次真的不會再這樣說話不算話了 不然這個樣子好了 我今天放學 我再去買一本新的故事書還給妳 可以嗎 真的嗎 真的 我這次一定會遵守我的承諾 一定一定一定會做到 那妳昨天回家的時候 有看到那個故事的結局嗎 好啦 我只看了兩行字 因為我想說我們說好來要一起看 這個承諾我有遵守 真的嗎 對 我有遵守 那我們今天放學一起來看大結局 好 那我們好不好 沒事就好 大家要記得有戒有還 再戒不難 像甜甜這種情況 不只甜甜會遇到 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發生 所以老師就機會教育一下囉 對了 阿妮 你昨天答應老師會帶的作業布呢 對耶 作業布喔 老師 我 我有帶 老師 你看 不就在這裡嗎 而且我都有寫喔 你看 真的耶 好棒喔 阿妮 阿妮 阿妮有什麼信用 謝謝 小花給你 阿妮我的咧 我的作業本啊 作業本啊 對啊 怎麼了 呃 你自己看會比較好一點 嗯 伸手進去 空燈 對不起 我忘記帶了啦 阿妮 沒有沒有 你先聽我解釋喔 就是我把我的作業本放我的包包裡之後呢 我出門前我再三地檢查 我就回頭看 喔 沒錯 窗頭櫃上的確有你的作業本 對 在窗頭櫃 我就出門上學了 然後你就來上學了 我勸你他在那邊啊 可是我想想 我應該要把它放到包包裡的 而不是看著他在那邊 我就出門了 我的作業本 對不起啦 老師 阿妮 你又忘記了 不守信用囉 老師 我真的忘記了 現在想想 我真的應該要把那個作業本拿起來 放到包包裡的 那不然 大叔 今天放學 來我家 我們一起來寫作業好不好 好啊 這樣我就會記得把作業本放我書包 不好意思 老師今天不能處罰我們 那你們下次要記得帶好不好 好 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小哈哈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幫忙 開開心心甜甜蜜蜜的時光 歡迎來到這一家 哎呀我最愛的哥哥姐姐 我最愛的弟弟妹妹 有時吵吵 有時幫忙 都OK 愛人家相親相愛 兄弟姐妹 快樂長大兄弟姐妹 我們一起擁有圓圓圓 我們一起吃 我們一會兒 比如說